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第二位参赛小选手 希希 欢迎第三位参赛小选手 龙龙 下面就请三位小朋友就位吧 好的 三位选手已经就位了 在比赛开始之前 先说明规则 首先我们要学习一首古诗 学完之后我就会向你们提三个问题 让你们抢答 在每道题抢答之前都会有三秒钟的考虑时间 然后你们谁想回答问题就赶快按下面前的抢答器 速度最快的那个人才能获得回答问题的机会哦 答对一题得一分 答错不得分 不过要受到一个小小的惩罚 游戏结束时谁得到分数最多 谁就获胜并得到我们准备的奖品 大家都清楚了吗 清楚了 好 笑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首诗是元代著名杂剧作家马志远的作品 天静沙秋思 天静沙秋思 远 马志远 天静沙秋思 是由元代著名杂剧作家马志远创作的散曲 马志远是元代享有盛名的大戏曲家 创作了很多杂剧和戏曲 被列为元曲四大家之一 不仅如此 他还是写作散曲的高手 成就为元代之官 被称为曲状怨 这首天静沙秋思就是他的代表作之一 枯萎的藤蔓缠绕在垂老的古树上 夕阳下 一只无精打采的乌鸦蹲在光秃秃的树枝上 一动不动 前面的小桥下 河水潺潺流过 几户农家小院 几户农家小院散落在河对岸 从窗口透出淡淡的灯光 屋顶上吹烟鸟鸟鸟 在这条荒凉的古道上 一匹销售憔悴的马 拖着同样疲惫憔悴的游子 在异乡的西风里 愁愁而行 夕阳渐渐落山了 但是在外的游子 哪里才是他的归宿呢 而他的家乡又在河方 想到这里 漂泊天涯的游子 怎能不愁长寸段 我们在学习这首散曲的时候 要特别抓住 哭、老、昏、骨、息、瘦 这六个字细细品味 这本就是一首悲秋的作品 所以描述的一定是秋天的景物 这里的枯藤老树 给人一凄凉荒拜的感觉 荤子点出时间 已经到了傍晚 在这么荒凉孤独的环境里 连乌鸦都有树枝 可以依靠栖息 而在外漂泊的游子 却不知今晚要在哪里过夜 衬托出游子的凄凉悲苦 接下来 小桥流水人家一句 转而描述农家生活的温馨和静谜 这不得不让游子 想念起自己的家乡和亲人 在这里 以乐景写爱情 令人倍感凄凉 烘托出 沦落他乡的游子 内心彷徨无助的悲凉 也写出了游子 对田园生活的渴望 古道西风寿马 笔风一收 又将我们从美好的憧憬 与向往中 拉回到无奈的现实里来 古道萧索西风凋零 寿马蹒跚 愣迹天涯的乌行苦旅 还得继续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太阳已经下山了 本该是鸟归巢 羊归眷 人回家的团圆时刻 但浪迹天涯 游子却只能愁断肠 这里的断肠 并不是指针的肠子断了 而是一种比喻 形容人伤心悲痛到极点 这首天井沙丘丝 虽然全曲没有一个丘字 但却描绘出一幅凄凉动人的秋胶西照图 并且准确地传达出游子 凄苦的心境 全曲仅五句二十八字 语言极为凝炼 但容量巨大 已运深远 结构精巧 被后人誉为羞思之足 小朋友们 朗读是学习诗曲的重要部分 我们在朗读这首散曲的时候 需要有感情的朗读 读出那种凄凉悲苦的情绪 还要注意节奏和重音 如在读断肠人时 要中读 后边要有停顿 再次后边也要烧停 下面我们再来仔细体会一遍 这首诗吧 天井沙 秋思 远 马志远 哭藤老树昏鸭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寿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 在天涯 好了 小朋友们 这首诗我们已经学完了 下面进入我们的答题环节 请大家做好准备 第一个问题是 这首天井沙 天井沙 秋思 是什么 体材 圆带三曲 回答正确 得一分 下面是最后一道题 下面是第二道题 这首三曲的作者是谁 马志远 回答正确 龙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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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误误不能得分 正确的暗示这是一个比喻 形容伤心悲痛到极点 又错了 好的 那么今天的比分结果是 龙龙同学得到两分 成为本场获胜者 好了各位观众 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 让我们下次试吧